日本河口服務車站外的 連鎖便利商店Lawson 藍白相間的Logo 對照店後方富士山頂雪景這一幕 是網路流傳最熱門的打卡景點 再看看煞風景的工人 就知道這一幕即將成為絕景 我們沒有想到這裡來 但我們說我們要去那裡 我們會是最後一位去看 為了同時讓富士山頭 和便利店入境 成千上萬遠路的觀光客 在當地引發嚴重觀光公害 垃圾亂丟 擅闖民宅 不守交通規則 讓當地居民不堪騎擾 地方政府上個月就宣布 要一勞永逸解決問題 富士山頭要取得給大家 但是要是危險 所以沒有辦法 21日一早工程人員 就開始在便利店前 架設起長20公尺 高2.5公尺的黑色帷幕 不少遊客搶最後時機拍照 儘管這種終極手段引發爭議 但觀光公害是日本各地 當前面對的棘手問題 因為日圓貶值到34年新低點 加上疫情過後 日本旅遊業成為全球大熱門 現在連大阪和香根等城市 也在考慮徵收新的旅遊稅 以應對遊客爆量的問題 參與新聞 綜合報導 頂佛 還有 不忘了 大家 在那邊